報告委員會 現在進行民眾黨黨團提案第2條 請先讀條文 民眾黨黨團提案第2條 公務人員 聘用人員 約務人員 教育人員或勞工 請為父母 監務人或其他時間照顧兒童及少女軍人 受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下村疫情指揮中心 其他傳染病防治法 主管機關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因應本疫情做成之政策計畫措施 處置或其他法規命令 行政除非影響 而有照顧12歲以上或在學國民小學6年級以下之兒童 或少年需求得勤防疫照顧假 且向所尊勞工 只受雇用從事工作或至工資者 不以適用勞動清潤法者為憲 以第一項規定請教 每名兒童或少年 每日以一名照顧者為憲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之代表發言 請鍾佳彬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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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在13年前的SARS 由於市立和平院的封院 包括病人及醫師 被限制身體自由 人身自由而無法離開 大法官認為 這個限制是必要的 它是符合社會公益跟個人健康 但由於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國家應與適當補償 所以在我們提出的修正動議當中 對於因為防疫 而需要做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或是集中隔離 集中檢疫的人 不分男女老幼 不管你是八歲還是八十歲 不管你是各行各業的人 不管男女老幼 都必須由國家給予補償 由於這樣的補償 是基於你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因此它並不跟你的經濟收入做對價 換言之 因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所給予的補償 主要是對你所受到的損害 不能歸這女的部分 因此 不管你是年收入 超過百萬的大老闆 還是擺地攤的小販 我們給予的補償都是等值等價的 除了個人之外 如果家人因為隔離或檢疫 而失去了限制了人身自由 必須沒辦法生活治理 需要家人來照顧者 這個家人 如果他是有工作的 那麼因為他的照顧關係 他的經濟生活也會受影響 因此也著於一定的補償 因此在這一段呢 我們很明定了 叫防疫補償 包括當事人本身 以及因為不能治理 而有需要照顧你的家人 都可以領到 其次這樣的補償呢 我們認為應該在兩年內來主張 兩年時效後就消滅 至於說 因為你是壽星階級 因為在家裡 不管是家屬或本人 而無法出勤者 因為這不能規則於你個人 所以公司對於你的不能出勤 必須要給予適當的 包括適當的價 但是呢 因為也不能規則於公司 所以這樣的一個 無法出勤的部分 就不能為對勞工不利的 一個處分 那基於這樣的理由 我們認為往前延伸 包括在第一項的情況 以及因為防疫指揮官 所下達的緊急處置 如果有產生 因為沒有辦法進行工作 因為這個隔離而造成生技困難者 不管受僱與否 都應該給予生活救助 那這在社會救助法第四章 急難救助當中 都有明文的規定 簡單講 我們要再次重申 因為防疫 而限制了當事人的人身自由 所必須給予的補償 是國家基於對他的補救 跟個人的經濟收入能力沒有關係 因此呢 我們在這裡認為 應該要立法 來對於民眾給予照顧 以上 謝謝中委員 接下來請賴湘林委員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喔 剛剛那個中嘉賓委員的發言喔 其實您談到的是隔離架 那這個條文是民眾黨的版本 是家庭照顧架喔 那我想整個要跟各位報告的還是 為什麼家庭的防疫照顧架 在這一次的特別條例裡面 還是應該要入法 那甚至應該是要讓他有一個明確的請假的規範 我想這一次一開始這個疫情中心做出緊急這個處分命令的時候 大家都在想這個防疫照顧架到底是不是家庭照顧架的一種 後來現在到目前大家認定他並不一定叫家庭照顧架 他應該是跟防疫有關的一個特別的架 所以基於這樣的前提我們民眾黨在這一次的版本裡面 特別在第二條第五條就很明確的規劃了 怎麼樣處理這個防疫照顧架的一個對象 還是鎖定要照顧12歲的孩童的這個家長勞工或主要照顧者才有這個權利 那第二個我想我們還是很清楚知道 既然防疫是一個整個國家裡面總動員的一個規定 他就應該是由這個政府相關的安全機制來處理 所以他的經費部分我們也很明定 能夠在就業保險的這樣的一個薪資裡面的比例處分之後呢 由衛福部編定預算來作為這個家庭生活的津貼 那第二個我上次在質詢也特別提到 是不是會要再有第二波的防疫照顧架 那部長或者是院長也不敢說不會 所以我想基於這樣的一個特殊情勢之下 我們的特別條例也定了一定的期限 所以他也不會是一個例行性以後在勞資雙方都能夠援引的 他是一個特別性的部分 所以我是很建議我們的其他的立院的委員們能夠參考我們民眾黨的這個條文 那對於這個不管是軍工教勞的這個家長 勞工的家長需要這樣的一個照顧架的時候呢 他有法條援引 第二個他的生活今天我們也沒有特定要 以他的心之所得做換算 而是一個基本等比的一個生活的這個費用 讓家長們趕緊讓防疫的時候萬一造成停課現象 有這麼多的家長必須要同時處置孩子的這個安置 或者是照顧的時候不會手忙腳亂 那更不會讓大家覺得說政府在防疫的時候做一半 也就是說我們對於現在的企業不管待會談到的要到疫區的工作 或者是因為無薪假造成的恐慌 就不要讓家庭這一部分也深陷一個一個手忙腳亂的狀況 所以我很期待我們的第二條第五條 請各位委員可以多多的這個指教 那如果說我們有能夠讓他入訪 那基本上我相信這個是一小步 未來的難題我們更能夠理性的去面對 同時在法律上讓他有建制的基礎 以上謝謝 謝謝賴委員 余天委員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請列入公報紀錄 報告委員會 現在表決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民表決 記民表決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並且在 uni 記者定義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 出席104人 赞成42人 反对62人 赞成者少数 去前0人 赞成者少数 民众党党团修正动一条文 不通过 扁条不予采纳 赞成者少数 赞成者少数